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上几个的话 我们是跟大家讲解了一下 那个Xpass的那个语法 好 那么这几个我们再跟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在Path当中 如果去使用这个Xpass的语法 去解析这个HTML代码 那么我们在Path当中去解析这个HTML代码 就是用这个Xpass语法去解析这个HTML代码的话 我们需要使用到一个库 叫做LXML这个库 那么使用这个库的话 解析起来就会更加方便一点 就是你在用这个库的时候 你就直接使用那个Xpass语法 就可以提取出你想要的那些数据的 好 那么这几个我们就跟大家讲解 这个LXML这个库的一个基本使用 那么首先的话 来对这个LXML这个库做一个简单了解 LXML这个库的话 它是用C语言实现的 所有的话它的效率是比较快的 大家都知道 C语言的话 它是一个执行效率非常高的一门语言 是一款这样的解释器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之前学习的这个Xpass语法 来快速定位到我们想要的那个数据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Xpass的那个官方文的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就不打开给大家看了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去安装这个LXML这个库 这个库的话不是Path内置的 需要你当中安装 那么的话安装也是非常简单 直接通过这个Pipe install LXML就可以安装了 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啊 好 那么这里的话我是已经安装好了 我就不带大家去演示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基本使用啊 这个基本使用啊 这个基本使用的话 我们呃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讲两种基本使用啊 第一种基本使用的话就是啊 我们用一个字符帐的方式来解析啊 就是我呃就是我们这个LXML库啊 LXML这个库去解析那个什么呢 解析那个呃呃那个字符帐啊 那么字符帐的话就是ftml代码啊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是那个啊 去解析那个ftml的那个文件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啊 就是那个解析ftml的一个人的字符帐啊 那么解析ftml的一个人的字符帐的话 也是非常简单啊 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个人的字符帐的话 那么你就直接将这个字符帐写到这个里面来啊 然后会用这个ftml这个类啊 创建一个人的对象 创建完这个对象以后 接下来啊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ftml这个对象去操作了 好吧 那么具体操作的话 具体该如何去操作啊 那么是我们下这个跟大家讲的 就是这个啊 使用这个插发随缓啊 那么这个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啊 这个啊 LXML如何去解析这个ftml好吧 好 那么我们首先啊 这个地方的话做了一个简单 那么要调解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在这个代码当中 跟大家去演示一下啊 好 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派站嘛啊 这里边我先把这些代码先把它给上去啊 只要的话 我这里面定义好一个字符啊 定义好这个多多多行的这种字符 好吧 多行的字符的话 就是使用那种什么的啊 三个双引号啊 六个双引号的这种形式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在这里边把这个什么呢 这个是那个腾讯 他的那个招聘的一个这样的啊 H的卖代码 我是已经准备好了 好吧 那么我们这里边口中加A口中加C 然后的话来到这个地方来口中加V啊 这个地方的话相当是把这个东西当成的一个资状 放到这个地方来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东西啊 就用我们这个LXM去解析一下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边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啊 就是啊 从这个LXM当中导入这个E3 导入这个E3啊 呃 这个地方你我带大家来写一下啊 为什么要带大家写一下呢 因为这个LXM这个东西的话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啊 他其实使用的是那个C云写的 说的话你写这个导入这个E3的时候他没有提示啊 到这的话大家可能就有意里懵逼了 对吧 我们来写一下啊 from这个LXM import一下E311啊 看是不是没有提示啊 你得自己写好吧 自己写啊 你不要 你不要 你在写的时候如果没有提示啊 你不要担心说 你这个LXM是不是没有这个E3的这个话 其实有的啊 只不过是因为是C云写的 说的话他就没有那个提示 好吧 好 那么导入定乱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解析这个TES的这个啊 LXM代码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定义好一个变量 叫做LXM啊 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这个E3下面的一个叫做LXM一个的类啊 然后把这个LXM给扔进去啊 把这个TES给扔进去啊 扔进去以后 那么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LXM去啊 去执行那个XPass的那个语法了 好吧 去执行那个XPass的语法啊 那么我们这几个的话啊 不去讲那个如何执行XPass的语法 我们这几个主要是讲一下 如果就解析啊 好 那么这里话 拿到这个SML以后啊 接下来的话 我就将这个SML啊 解析出来这个啊 这个SML这个东西啊 它不是一个啊 字幕上 它是一个对象 好吧 它是一个对象 打印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它是一个 Element的一个人对象啊 Type是FML对吧 是一个Element的一个人对象 大家看到没有 是个Element的一个人对象啊 说的话这个东西的话 并不是一个啊 代码并不是一个字幕上啊 它是一个一个对象啊 然后的话 以后的话 你就可以使用什么呢 以后的话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Element 这个对象啊 去执行一些XPass语法啊 去执行一些XPass语法 对吧 比如说这个这一番啊 写XPass这个方法 然后的话 执行这个XPass语法啊 就可以提起出 你想要一些这样的数据的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番啊 先不去执行 我们首先的话 先来打印一下啊 打印一下什么呢 来打印一下这个 这个AdMail下面有个 一吹下面啊 一提啊 下面一个方法啊 叫做啊 toStream啊 toStream 然后的话 把这个AdMail人进去啊 就是将这个元素啊 这个地方为了避免 大家以为这个AdMail是一个字幕上 我就改一个名字好吧 叫做AdMailElement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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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的话 从这叫C 这个地方可能叫V 这样的话 就看起来更的明显点 知道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字幕上 对不对啊 那么我们这个写法的话 就是将这个东西把它给转 换成一个AdMail的一个这样的代码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右键再来运一下啊 好运行完整以后啊 那么这个的话 因为有一些正能乱码 一些正能乱码 可以看到他掉这个toStream的话 他仿恨的这个什么呢 byce的一个这样的数据的形 对吧 以b开头的代表它就是byce的数据的形 那么我们的话 可以将这个地方啊 他这里面有个仓座 这是encoding啊 我们把它改成这个utf 看吧 好吧 就是给他 告诉他 你在解析这个数据的时候 是以这个utf干吧的形式进行进行进行编码啊 然后我们再把它给进行解码出来啊 这样的话打印出来就会更加好看一点吧 incode de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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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utf干吧啊 把它给decode decode成那个什么呢 unicode字符啊 decode成unicode字符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看起来就会更加啊 好看一点对吧 就是这个不会传出断码了啊 而且可以看到到啊 我们进入这个地方的话 在我们的这个test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是只有一个table这个标签 在这个上面并没有那个什么呢 body 以及那个html这个标签 对不对 那么经过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经过我们的这个toolstream啊 来打印的话 他是不是在这个前面给他加了一个什么呢 给他加了个html 给他加了个body的一个人的标签啊 对 就是将整个这个标签 将整个这个html这个代码啊 给他进行的更加规范范 给他进行的这个规范范 好吧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给他打印 好吧 给他打印也是非常简单啊 非常简单啊 好 那么讲完这个东西以后啊 这个的话 呃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我们的那个呃 字符上的解析啊 这个字符上的解析的话也是比较常用的啊 就是我们使用这个html这个类去解析这个 呃 我html的文档啊 我非常用的非常普遍啊 后期的话我们会用的非常普遍 为什么会用的非常普遍呢 你想一下哈 我们要去解析这个html的这个这个代码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从那个网上啊 就是通过那个request过啊 或者通过那个urlap过 把这个把这个html代码 把它给请求下来了 把它给请求下来 那么我们是不是拿到的就是一个这样的字符上啊 对不对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字符上放到这个里面去解析 好吧 啊 那么这个的话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啊 就是如果你去解析那个 这个啊 字符上的话 那么的话就使用这个html这个类啊 使用这个html这个类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种方式啊 第二种方式的话 就是从文件当中去读取这个html代码啊 从文件当中去读使这个读取这个html代码的话 我们就要去调用另外一个方法 叫做pass这个方法啊 电pass的方法 电pass方法的话 他就可以将你的这个代码啊 将你这个文件当中的这个代码给他进行这个啊 解析出来 并且也是反乎一个这样的element 一个人的对象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走一下啊 好 然后的话 我们现在的话就不去啊 解析这个啊 test 我们就去解析那个什么呢 这里面我定一个行数吧 这样看起来就会更加好看一点对吧 首先我们第一个边量 然后的话调用这个eTree下面的一个叫做pass方法啊 pass方法的话就需要传递一个什么呢 需要传递一个文件的一个这样的啊地址啊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文件的话就是在当前这个Python文件的这个同一集目中下面啊 所以的话我们这时候的话就可以使用这个直接使用这个名字啊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就去解析这个什么呢 腾讯.html啊 那么这个腾讯.html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放到这个地方来的这个字幕上 对不对 那么我们接下来去解析一下这个文件啊 那么就是tn tncnt.html啊 好解析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把上面这个代码 从来加低负这份 然后的话拿到下面来 对吧 好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完成了这个需求啊 也完成了这个需求啊 那么这个完成这个需求的话啊 虽然是已经完成了 但是的话啊 没有他没有在这个上面给了加那个 html和那个body对不对啊 那么为什么没有加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现在采用的是这个pass啊 这个pass这个函数的话 他就只会去解析 他不会将你的这个 一些切试的一些证的标签给他进行补充啊 那么我们这个sm这个类的话 他就会给你这这些东西进行一个证的补充 好吧 好 那么这个这个的话也是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是解析这个腾讯.html这个文件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去解析一下这个lago.html这个代码啊 那么解析lago.html这个代码的话就会有一定问题的啊啊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来写一下啊 好 那么为了作为区分 我们这边再给他加个叫做什么呢 tmcnt啊 解析腾讯的文件吧 这里面我们再定一个函数叫做什么呢 pisc 解析这个 啊 lago 啊 文件 file啊 那么这个lago的这个代码的话啊 这个lago这个代码啊 我也是直接从那个我lago网上面把它给拷贝下来了 好吧 从这个lago网上面把它给拷贝下来了啊 来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是个python啊 比如我们现在要去爬取这些职位的信息对吧 那我们邮件来检查啊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找啊 找看一下哪个啊标签是啊 映射的是这个什么呢 映射的是这个呃 职位的一个这样的面表信息对吧 呃 那么毫无疑问的话 这个地方是一个ul标签啊 ul标签的话是专门用来去呃 重组那些什么的呃 文章啊 不是重组啊 就是那个呃呃 结构化那些呃列表的啊 ul的话 大约的是那个有序列表 就是说 重组的一些证的列表啊 你像这个地方 他这些职位信息其实就可以认为是一个证的列表 对不对 那么的话 我们就使用这个啊 他啊 在shdmail代表当中一般就使用这种ul标签啊 那么我们就可以什么的 右键啊 然后的话 copy这个什么呢 copyout out sdmail啊 拷贝这个什么呢 啊 走我这个走过的这个sdmail这个代码啊 好 拉到这个代码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个什么呢 这个拉勾点sdmail这个代码 然后口中加A 强棒把它给删掉口中加V 再把它给拷贝分 好吧 好 拉过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在这个里面去解析一下啊 啊 那么就是sdmail啊 elemente l e m e m e m t 等于是呢 e tree啊 那话点pass 然后是哎 然后是那个拉勾点sdmail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来这句话 来口中加第一负贝分啊 来解析下 口中加起啊 知道的话 接下来下面来改一下这个代码啊 这样的话就是那个 pars拉勾啊 口中加四方向啊 口中加来遇下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报了一个错 啊 报了一个什么错呢 他说打开这个啊 不是 不是打开哈 他说啊 这是开开 开币和那个结束的 tack的话代表的是那个标签的意思 对吧 他说那个开始和结束的标签不匹配啊 开始和结束的标签不匹配 在哪里呢 在这个啊 52行啊 68行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哎 这地方的话就是产生的一些站的 不规则的一些这样的标签啊 产生的一些这样的不规则的标签 那么我们的话也可能 嗯 这样去找的话也比较难找对吧 比较难找啊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就相当是有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直接使用这个PASS这个方法去解析这个HDMI代码的时候啊 他就不他就不能够处理那些什么的有问题的一些真的标签啊 因为一些因为在我们的网页当中的话 其实啊 这些 F在那边代码的话 这些标签的话啊 并不一定每个每个网页都像腾讯一样这么规范啊 有些网页的话 他可能就是多一个标签 或者少一个标签啊 那么我们这样去解析的话 肯定就会报错啊 那么碰到这种情况下 我们该怎么去解我们该怎么去解析呢 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PASS这个方法 他可以传立哪些参数对吧 我们把官面放在这个PASS方法上面 要的话按下孔子嘉宾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他里面需要传递三个参数啊 对后面这个参数的话 BASSUR的话是传递这个什么呢 BASS的那个UR啊 这个的话一般用处不是很大的吧 那么一般用处比较多的就是前面两个参数啊 第一个参数就是你的这个呃 员文件的那个地址对吧 这个已经知道了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参数就是PASS啊 这个PASS的话就可以给他指定这个解析器啊 给他指定这个解析器啊 那么我们新的话就是可以通过这个解析器来修改 这个误物啊 那么我们新的话又是解析的这个什么 解析的是什么呢 解析的是这个呃 FM代码啊 那么如果你没有给到指定这个解析器的话啊 他默认使用的是这个什么呢 默认使用的是这个XML的解析啊 那么我们现在其实解析的是什么呢 解析的是HM代码啊 说到我们就要去更改一下他的这个啊 解析器啊 那么我们把它给更改成那个什么呢 FM的那个解析器 好吧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第一个编程叫做PASSUR 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EETTRAIN下面的一个一个解析器叫做HTML PASSUR看到没有 这个的话就是专门用来去解析那个HTML代码的啊 那么我们这地方的话也是给他指定一个编码是等于这个UTF-8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定义好的这个解析器 定义好的这个解析器以后 那么接下来再去解析这个文件的时候 我们这个地方就给他指定这个解析器为 我们上面这个地方定义的这个解析器 那么就是passer ppasser passer的话是等于这个passer passer是等于passer 从这加速简直下 我们的加速简直下 好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代码 把这个拉到顶 在这边这个文章代码 得到一个正常的解析 好吧 这个的话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好 那么这个的话 这个passer这个东西的话 他的话 就是说你用这个pass这个方法 他默认使用的是那个xml的解析器 那么如果你碰到那些 不规范的一些真的html代码的话 你就需要给他指定这个解析器 为这个什么的html这个解析器 好吧 那么如果你是去解析什么呢 如果这个拉钩 拉钩这个里面的这些代码 是放在一个字符上当中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html 这个解析去解析 这样的话 你使用这个html这个方法 这个这个类去解析的话 就不需要给他指定这个解析器了 对吧 因为html的话 他就已经标明 他底层的话 就会去使用那个html解析器 来作为他的默认解析器 好吧 据说如果是 这个拉钩点html这个里面的这个代码 是作为字符上的形式 那么的话 就直接使用这个html这个类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指定那个解析器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做个笔记 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笔记 来做笔记 使用html解析 这个html代码有两种 一般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就是解析 那个html字符状 对吧 字符状 那么使用什么呢 使用这个一吹下面的 一一下面的 lxml.etr一下面的 那个什么的 html进行解析 对吧 进行解析 这里面还要跟大家说明一点 是什么呢 我们这里面的话是没有给的 就是我们这里面 我们这里面 如果我们直接让他这样去解析 如果我们这里面 直接让他tostring的话 他这里面返回的是个什么呢 返回的是个 嗯 啊 他返回的是不是个乱码吧 对 返回的是个乱码啊 啊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 呃 tostring 他的一个这样的 那个 呃 功能的啊 就是如果你要一定要这个tostring 出现乱码的形式的话 那么 原因是呢 原因是他的这个默认的解析 编码的方式 不是unicode 那么我们就把它给改成 这个什么呢 unic 啊 udf干吧 啊 默认他的这个incode 就是编码方式 不是这个utf干吧 那么我们就把它给改成这个啊 unicode unicode干吧 啊 然后再把它给解码成那个什么呢 dcode cod啊 再把它给解码成那个unicode unicode的自账啊 这样的话 看起来 打印出来 就会更加方便一点 就会更加方便一点 好吧 那么我们这个test的这个啊 那么我们这个test的这个啊 自账我们就不卡 不到这个边来了啊 就是解析什么呢 atml文件啊 使用什么呢 使用这个 lxml下面的那个etre 下面的那个什么的 etre下面的prse啊 用解析啊 那么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呢 啊 如果啊 这个方法啊 这个函数啊 函数 默认 默认使用的是什么呢 xml xml解析器啊 所以如果碰到啊 一些不规范的那个什么呢 rxml代码的时候啊 就会解析错误啊 这时候就要什么呢 就要使用啊 就要自己创建啊 rxml解析器 解析器对吧 这个的话是叫大家需要注意的啊 呃 这样吧 我们先把这个放到下面啊 视力代码如下啊 然后下面的话再来说明一点对吧 这个视力代码的话就是去解析这个什么呢 解析这个腾讯这个代码了啊 腾讯这个代码的话是写的比较规范对吧 写的比较规范啊 就不会呃 代码的比较规范 所以的话直接使用这个xml的解析器 就能够解析的啊 像拉哥这个玩意儿的话 他就没有写的那么规范了啊 呃 所以的话我们去解析的时候 就需要自己给他指定这个啊 解析器啊 就需要给他自己指定这个解析 就是说自己给他指定这个 ihtml的这个解析对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啊 ihtml解析 ihtml代码我们 我们就暂时先讲到这个吧啊 下个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 在这个ihtml当中 如何去使用这个xpass语法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个人就讲到这个吧 感谢大家 下来 下来 啊 感谢观看